各位 要踏出來 你別踏 終於成功跨過自家門檻 對陳俊豪來說 這是邁入23歲的第一份大禮物 就是希望明年年頭 可以拋棄掉拐杖 我想要學車先 就可以開車載媽媽去吃飯 逛街 然後再找看工作 就可以照顧媽媽 陳俊豪年幼時陰血小板異常 而接受長達五年的藥物治療 情況好轉後 過量藥物卻致使腿部神經受損 自五歲開始便無法正常行走 媽媽 找安 找安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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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末 經由慈期日工轉介 陳俊豪到吉隆坡馬大醫院 接受矯正手術 为了让陈俊豪加速复原 仁医会安排专业物理治疗师登门拜访 定期进行附近 两年多来 刺激志工爱的陪伴从不间断 每一次来很有不同的进步的过程 我很开心 其实我还是要他再加倍努力 因为环境时间很短的 那个医生也说的 毕竟他和外面社会人士比较少接触 除了跟他做运动 其实我们跟他一起来聊一下 社会上发生的问题 帮他和社会接规 渐渐康复的陈俊豪开始参与志工服务 希望他可以去帮助其他人 给他看到社会有不同不同的问题 这个是很好的机会 跟世界接规 希望是他尽快会走路了 就是找份工作了 就要找自己解决力了 当初为了儿子四处全球解决之道 尽兴遇上贵人 又碰上良衣 为他们的生活重新顶亮了希望 大新闻林美方李坚 以马来西亚采访报道